你們看到我現在整個就是 漂亮新家的感覺 它之前是一間 42年的老公寓改建的喔 為什麼會被這個房子吸引 就是因為這邊的景我覺得很好 可以很放空的看101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實用的便室大一點 不希望花錢然後買到太多公社 所以我才會選擇買老宅 每一個來我家的人 都想說 你們家怎麼會有這種金庫的大門 這樣這樣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潘映竹竹竹 歡迎來我家 既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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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登登 想不到吧 你們看到我現在整個就是 漂亮新家的感覺 它之前是一間 42年的老公寓改建的喔 當初呢 我走進來看這個房子的時候 真的就是憑著一股想像力 想像它翻修之後的樣子 所以我就決定買了 第一個是因為我覺得它的使用品數夠 第二個是我很喜歡露台 算是我買這個房子 非常主要的原因 第三個就是它的格局很防震 所以我當初就是有那個幻想 如果把它裝修一番之後 然後應該會是一個很nice的房子 就是我的原因啦 那現在呢就帶大家來看看我的玄關 剛買這個房子的時候 是沒有玄關的設計 當初設計師想說 這邊要放鞋櫃嘛 所以就幫我做滿頂天這樣子 我就是不喜歡家裡一進門 就覺得好像被擋到的感覺 所以呢 我就跟設計師說 犧牲掉這邊鞋櫃的空間 我想要把它改成簡單的玄關櫃 然後這邊的話 我就是用蒼紅玻璃 光可以透進來 就是很喜歡這種穿透的感覺 這個磁磚也是我超級喜歡的 也是我自己去精華磁磚 當初看到這一塊六角磚的時候 我說就是它了 它就是我家的地磚了 樸素中帶點造型 不會說太雜亂 這大概就是玄關整體的造型 我的玄關還有一個 我覺得很酷的地方 就是我裝了一個 Alpha的電子鎖 都不用帶鑰匙 刷臉及進門 除了你之外 你的家人每個人都可以設定 只要照到你的臉 就可以進門來 不用帶鑰匙 你不覺得很屌嗎 來多多一進來 接下來進到客廳的區域 首先呢 超耐磨的木地板 最喜歡那種 踩上來溫暖的感覺 這個沙發是我去 沙發先生挑選的 他們家的沙發其實是 訂製沙發 它是一個多功能的沙發 拉起來 媽媽長輩呢 他們都不用桌那麼進去 可以高背然後移背 唯一一面灰色的地方 就是這個 激素塗料沙發背墻 桌子呢 在士林的一個 訂製家具行選的 我在考慮說 要放方形的 還是圓形 希望這個空間是比較活潑一點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圓形的茶几 來到客廳就這一面電視牆 當初也是跟設計師說 本人就是一個東西爆得多的人 所以這次搬家就跟設計師說 我全部的東西都要進去 不要讓我看到東西晾在外面 他就幫我把整面設計的 都是滿滿的是櫃子 全部都是我的高爾夫球的東西 我的球袋 然後這個櫃子呢 都是我的重機的裝備 接下來客廳旁邊的工作區 開放式的書房的概念 這張桌子一樣是在士林的深白色選的 除了是石木之外呢 它腳就是它最特別的地方 它是三隻腳耶 我去他們的展間的時候 看到另外一張設計師款的桌子 它就是三隻腳 就說 你可以幫我把我這個桌子 也做三隻腳嗎 它就真的把我做出來耶 好看的落地窗 一定要搭配一件漂亮的衣服 我就找到台中去 台中的雲角家具 這個紗就是非常的細 一摸就覺得很輕鬆 很像小眉鼻 也可以放在身上那種感覺 陽光灑下來的時候 就很像在國外的感覺 自己很喜歡這塊 開放式的廚房的空間 我要特別講我們家的紗窗 全部的紗窗都換是 防麥紗窗 是過敏而無 所以它可以過濾掉 二手煙 花粉 所以換了這個之後 你也比較不會一直打噴嚏 歡迎來到我的大露台戶外咖啡廳 這個露台就是當初 吸引我買這個房子 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這個露台本身已經四十幾年 防水層已經失效了 光是這個露台的防水 我們就做了露城 為了要把這個防水搞好 花了蠻多心力 也花了蠻多錢 外面我們就學木紋磚 出來就是有延伸出來的感覺 全景高清無遮擋101就在我家 這也是我當初為什麼 會被這個房子吸引 就是因為這邊的景 我覺得很好 可以很放空的看101 自從我的新房子搞好之後呢 我都不喜歡出門 接下來呢 就要進入我的餐廳跟廚房區 原本這邊有一個樑 所以它是有一個裝潢 坐到這邊擱起來 然後這邊呢有一面牆坐到這邊 所以等於說整個餐廳跟廚房區域 是有被隔起來的 然後我也是把這個裝潢拆掉 然後把牆打掉 讓他們全部都變成是一體的 進到我的廚房區 這個露台呢 就是廚房的靈魂 有沒有看到它是一個有點粉粉的裸色 多了一點點粉色 這個棋子烤棋 我就把它選有一點點帶粉的裸色 當初在暈倒展間 看到這個露台也重 它太適合拿來我家的露台放了 然後進來這邊就到了我們的 東換廚房區 除了它是日本來的平衡 因為它們的櫃體全部都是不鏽鋼的 一體成型 它有一個很酷的地方是 租圓抽 就你用腳 日本人都很喜歡搞一些收納 它就有很多小配件 這個是給你放菜刀的 但是我現在目前還沒有到 所以 因為你根本都沒有在煮 所以剛搬進來而已 OK 然後他們的這個上櫃啊 特別的地方是什麼你知道嗎 防震扣 因為日本不是很愛地震嗎 夭夭夭夭夭夭的時候 它這個防震扣它就會鎖住 所以你東西就不會掉出來 是不是很厲害 然後台灣最近很愛地震 所以我覺得這個防震扣 也是當初有燒到我的一個點 我是選用IH 效果比我想像中的好超多 它有9段火可以選 30秒 你鍋子放進去就熱了 BEST抽油煙機 它這個是自動反映 現在這邊的火候多大 需要多大的鋒利 樓里台下方 裝了一個小小的紅酒櫃 簡約的造型 上方冰一些白酒啊 清酒需要溫度低的 下面就放紅酒 溫度會稍微高一點點 BEST的紅酒� 再來就是提手槽 特殊的設計 當你水開的時候呢 水是有個自動的引力 這樣子下去的 開到最大 但是水就會不會漸上來 BEST吸完機 祖父的救星 一家五六口啊 全部的碗都可以放進去 Everpool愛科的淋水機 它很厲害的地方是 算是唯一一個可以轉的 按下去之後有水 然後你轉的時候 可以調溫度 這個就是我選這個淨水器 一個很大原因 我很喜歡 再來這個空間 其實它是凸床 下面這邊我就請設計師 幫我做一排位置收納 然後我就想說 這個凸床這個空間 到底要幹嘛 浪費你 我就想到 我可以坐一個卧榻去 但是呢 你想說 欸 這邊那麼高 怎麼上去 你要擔心 我這個人很貼心 為了媽媽準備 他在這邊 思索人生 然後這邊我就請設計師 幫我做了一個門 我的洗衣機就放在這邊 白夜窗 調下來的話 它還是會有拆光的 也是雲小的 蒸的木頭 中間這個 袋子的顏色 可以自己選自己搭配 你光是這個木頭的色 可能就有幾百種顏色可以選 再來的話 晾衣服的地方 裝了一個東西 我真的覺得超推的 電動的曬衣架 他們的那個馬達 全防水的 是戶外的話 裝自己是完全OK的 它可以晾60件衣服 沉重也超好 瓦斯桶 掛上去都不會垮 最高可以升到7米 他們家的電動曬衣架 一定要裝 接下來呢 到了第一間 我的可測 唯一一個我覺得 可以做點小變化的地方 就是廁所 莫蘭迪蘭的 典雅的O-C磁磚 我也是在精華磁磚尋 我們家全部的衛浴設備 都是用凱撒的 白白精進的 很簡約 台灣製造 CP值很高 如果你有什麼東西壞掉 你的零件要更換 很快很方便 就可以找到人來幫你換 這也是我選凱撒衛浴的原因 接下來這一間呢 就是我的孝親房 就是媽媽的房間 簡單的裝潢 主要是它這個窗簾 這個也是在雲角選的 這次我們家全部的窗簾 都是在雲角選的 算是四種啊 一種是布 一個是紗 剛剛的木柏葉 現在這個是風情簾 它是可以上下調的 你可以選擇你要把它這樣打開 然後這一條的話就是上面 還可以收到最寨 接下來呢 就是進入到本人的規房 整個主臥房的靈魂 最重要的就是燈鍋 我光是這個燈喔 這邊就有一大堆燈 現在這樣全部關掉 今天想要有白色的光 我就這樣白光 想要再加一點黃光 用打開 再加一盞照在床上 床頭燈還可以有三段式變化 睡前的時候都很忙 因為你在玩這個燈 接下來就是我的主臥的主衛浴 這一間浴室我想要它是比較輕奢風的感覺 除了奢華風之外也沒有那麼簡單喔 我的磚其實我也都有挑過 同一個花色 但是我選了三種不同的磚 這是大阪磚 然後地板上的話六角磚 濕區的話我選擇長方形的磚 浴缸的話就是可以讓我泡澡 一樣是凱撒的 這一套衛浴也都是凱撒的 再來我要介紹一個東西 舞陽地暖 你冬天如果你真的很冷 我不喜歡就是一進到廁所 洗澡的時候腳很冰的那種感覺 現在是夏天很多人說夏天幹嘛用地暖對不對 廁所地上有10的水 你真的很聰明耶 有健安麻煩找他拍一下 他真的很專業 這個就是我很大推的原因 我自從裝了這個地暖之後 不用半小時全乾 那我設定是38.5 當它的溫度到38.5 它就不會在房上了 你說耗電 我覺得可能一個月多個幾百塊吧 換來的就是你冬天腳不用冰冰 跟你的家裡的地板 隨時都是保持得很乾燥 你會有發霉的問題 你覺得很划算 超推 一定要裝 再來就要進入到 非常夢幻的空間 女主人的更衣室 化妝鏡很重要 化妝的時候就覺得 哇 超喜歡 這個就是整個更衣室裡面的靈魂 少了這個中檔 什麼都找不到 我也是買了一台LG的電子衣櫥 放在這邊 從外面吃完燒烤回來的東西 就可以進去給它吹 有這種東西喔 這個拍豪宅的人怎麼可能會不知道 怎麼可能 那我就是比較local 我特愛吃燒烤怎麼樣 特別愛吃那種臭臭的東西 然後東西回來之後 好啦 關進來你知道 除臭 炸菌一下 給它乾洗一下 給它死捏 這邊有一個巧巧石 走廊 不是有一個放烏衣櫃 烏衣櫃 這是一個雙面櫃 這邊你可以開 你看 有壞人來的話 我就咻 不見了 再來我跟大家講 每一個來我家的人 都想說 你們家怎麼會有這種金庫的大門 你知道這什麼東西嗎 登 叫什麼叫 這個門啊 這叫巴士門 氣門那種 樹 你知道一般通常更衣室 都是在主臥裡面嘛 但是因為我常常會有 化妝師要來我家 不希望它要一直經過我主臥房 像不像 不是很實用 不是很厲害 妳真的想很多 妳是怎麼 怎麼辦法想要這麼細節 東西想一想 因為這個細節都多花了很多錢 對喔 多花了不少錢 你知道 因為這個五金很貴 然後為什麼公車上那種門 你知道嗎 因為公車的外觀 不是要看起來是平的嗎 就是一般的門 是不是有門框 第一個就是我不想要它 有門框的感覺 第二個是 如果我用門框有什麼問題呢 這樣開門就過不去了 妳往內開 妳門只能靠著 妳打到這個 設計師朋友來 他都看不懂 他說 為什麼在這邊 我就會示範給大家看 他是這樣子 有沒有 公車 這樣合起來的時候 很完美 大家基本上不會發現 它是一個門 還要跟大家分享 我家一個小彩蛋 包裹箱 很酷吧 我很常出門 然後不在家 加上我是公寓 沒有管理員 我就跟設計師說 我想要有一個包裹箱 然後它上面是有一個密碼鎖的 快遞先生打電給我的時候 我直接告訴他密碼 它就可以直接開 它除了正面可以開之外呢 背面這邊也有一個門 郵差來送進去之後 我在家裡面 就可以取包裹了 是不是很神奇 阿咪沒辦法 我跟妳講 妳不要跟別人講 好不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的新家的Room Tour 這一次 因為我是買42年的老宅 來重新做翻修改建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使用的坪數大一點 不希望花錢 然後買到太多公社 所以我才會選擇買老宅 大家如果是 跟我一樣是買老宅 來改建的話 選物件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個是 你要有點想像力 主要你是看 格局好 屋況 保持的好 地點你喜歡 還有坪數 你想要使用的 我覺得基本上 你就可以考慮下手 基礎工程的部分 就是需要多花一點力氣 前期的一些泥座 水電要重簽 隔間 等等的 沒有辦法省的 跟設計師的溝通很重要 特別謝謝我們的 和諧設計公司 設計師是 林盛還有路易斯 有時候他沒辦法幫你想到那麼多 但是你越跟他靠近 對你越熟悉 他越了解你的生活習慣 他其實在規劃的時候 他可以幫你想到越多的事情 裝潢過程 因為耗時一年嘛 當然也有遇到很多的狀況 但是他們都是 會在第一時間 非常積極的幫我處理這些問題 謝謝和諧 你們的大力幫助 然後幫我設計出一個 夢幻家園 小小的心得 就是分享給大家 然後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謝謝大家 拜拜